刘大哥告诉我们 他们家就在长海县的哈仙岛 一家姐妹兄弟八个 有三个还在老家居住 现在大哥家里特地盖了几间新房 就叫刘家大院 兄弟几个经常在大院里聚会 大哥我这还没进院 我就听见了这个有乐器声 这是从哪传来的 他们就在这个刘家大院 刘家大院 那我就在这儿 听刘大哥讲 今天这聚会 还真不是为了我们特意准备的 他们哥几个平时最大的爱好 就是聚在一起排练节目 每个人都有一件拿手的乐器 自家人就能组成一个小乐队 刘家人就最喜欢唱歌扭秧歌 一家人用这种方式自娱自乐 把当年的苦日子唱出了甜头 为了再现过年时的热闹场面 刘家兄弟要急性给我们来一段跳秧歌 这边刚一响起锣鼓声 那边就有几个女人闻声而出 她们正是刘家的媳妇们 自然即兴地表演 默契十足地配合 洋溢在每个人脸上的笑容 让我们真真切切感受到了 这一大家子的欢乐气氛 跳得真好大家 这鼓腔的也带劲 我就觉得咱家这气氛实在是太好了 我也姓刘 我也想加入你们刘家大院 我们以为歌唱完了 舞跳完了 刘家绝活就展示完了 可刘大哥说 这些还只是皮毛 更好的还在后面呢 秘密就在厨房里 刚才大伙我们说 要想考进刘家大院 一定得会这个 这是啥 香味 香螺 这个的话怎么吃呢 我们海岛引动会跳 这个看着不起眼的小海鲜 长海人都叫它小香螺 也叫晒不死 产量大 味道鲜 烧家烹饪 就是长海人最喜欢的一道小菜 对岛上的女人来讲 菠萝是他们必须掌握的一门手艺 大嫂们讲 这道菜在长海又叫功夫菜 因为罗小肉上 一大盘子香罗才能拨出一小碗的肉 但岛上女人各个都有这个手上功夫 因为这可不是一道简单的菜 而是代表着海岛女人对丈夫的一片情意 心灵手巧的长海女人 把新鲜小葱和剥好的螺肉爆香 加入酱油和鸡蛋液 简单翻炒几下 就是一道营养丰富 鲜美无比的海岛功夫菜了 功夫菜做好了 香喷喷的 闻起来特别香 而且还有一种鲜味 刚才嫂子也说了 这道菜做起来特别费时间 也费功夫 但这也恰恰体现了 咱们海岛里女人 对丈夫能够平安归来的一种期盼 所以我心想 这个与其叫功夫菜不如叫什么 新意菜 新意菜 简单搭配家常味道 刘家仁的晚餐虽然简单 却处处透着海岛人忙碌一天后 特有的轻松和惬意